大家好,我是Kelly Pan 我是香港樹人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的教授 這次接受訪問 我們主要是想介紹我們最近在香港樹人大學舉辦的 一個國際性學俗論壇 現在我們所處的一個環境 就是經常有很多變化 有很多不確定性的 uncertain and changing world 在organization 當中 在一個workplace 當中 我們依然在面對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對於員工的工作表現 對於他們的工作的要求已經開始有改變 改變就是希望他們是 perform pro activity 也就是說他們有自己去想 他們的工作是怎樣去做 怎樣應對一些可能預測到 或者預測不到的改變 怎樣去自己主動性地出機的行為 這個就是我們這次所說的主動性的行為 就是pro activity 所以我們在面對這樣的改變 我們生日子的時候 我們人一定會遇到很多情感方面的問題 我們可能會很害怕 我們可能會覺得很顏色 很焦慮 所以這些情緒和主動性的關係 其實在我們日常的工作環境當中 是有很多的交流出現 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我們這個論壇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想用最前延的一個研究 去看emotion 怎樣可以激發 好像一個energy這樣 激發我們的pro activity 我們怎樣每一個人 怎樣去收到我們的emotion 去把它變成在工作當中 我們需要的pro activity 主動行的行為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論壇的主題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論壇當中 我們不只有kino speech 我們都是有一些research insight 以及有一些research highlights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 給我們一個多元性的全方位 對於這個topic的全方位的了解 對於社會來說 我們都是希望更加多的人 更加多的同學 更加多的老師 都會知道原來我們現在 在workplace當中 我們不單單是有做好我們分類的工作 而是我們要做得多一點 做得主動一點 做得更加的去看回未來的 一些可能改變的改變 這些就是可以更加去讓我們學生 去知道現在的工作環境當中 現在的job market 需要的什麼 我們怎樣去提前 去為我們將來的那份工去做好準備 我們這個活動之爭是5月9日 在香港樹人大學 財馬會東媒體製造中心舉行 相信它是非常精彩的日日 希望大家都可以多點參與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